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执行之后 这下拉选单有出来了 选了其中一个之后 这边要跳出来 该怎么做呢 选了之后 这个都可以选 选了其中一项之后的话 要能够跳出单价的话 这边就要一个判断 判断 这边部分就是要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怎么样呢 当这个里面的东西有改变的时候 改变的时候 我要读里面假设查 那我就有个对照表 如果是查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要写多少钱进来 所以我会有个对照表 那对照表这个地方就是说呢 要根据我们刚刚 这个选项里面 这个我先把它关联 要根据什么呢 我们这个清单 如果是玩具的话 就是399 查的话就这个价钱 那这个部分要怎么写 基本上 第一个就是事件 事件就在这边点两下 当他什么呢 当这个combo box change的时候 那这个事件应该是OK 因为里面有改变的话 对不对 那要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 其实撰写方法 最简单就是if 然后if 我们以前是if 然后会有else 反之嘛 那如果说你有第二个条件 就是else if 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else if 再else if 最后才是else 所以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撰写的方法就是if 那什么东西呢 你就是告诉他说 如否判断什么 那个东西 CMB 那个是A码 第一个 其实如果你的名称 确有没有打对 有没有打错 你点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有出现的话 那表示有正确 按个空白键 等于什么呢 等于如果等于玩具的话 那空一个then 那这里面玩具 这个名称 拖揽一下 放在这边一下 按ctrl键就可以复制上去 then then什么呢 就是那个东西 那个叫txtb 对不对 点 txt 它里面等于 等于399 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值打上去 对 第一个就ok了 那第二个就是else if 所以你就打一个else 加个if 那后面的方式都一样 所以呢 就是cmba.test txt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then 然后 这会打错字 then 打错字 then 它打错字 它会变红色的 then 然后 这个等于多少钱 所以偷懒一下 copy它一下 但尽量 尽量少 按个tab键 好 那后面都一样 所以哦 总共会有 几个呢 就是几个else else if呢 总共会有 呃 一个 两个 再一个 呃 呃 四个 呃 一个 呃 二个